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影音新闻 登革热本土疫情达11例 高雄市请动几急防治 为因应台南仁德区登革热本土群聚至6月17日 已累积高达11例 高雄与台南紧离为共同生活圈 为阻断病毒传播链 高雄市动员38个行政区 进行登革热防治环境大扫荡 启动紧急防治工作 并呼吁民众积极配合整顿居家环境 高雄市有500多家登革热合约诊所 提供NS1快筛试剂 有症状的民众可尽速就医快筛 文化不迷航国际论坛 东南亚艺术家分享媚公和多元艺术 文化不迷航国际论坛日前在台北盛大举行 邀请来自缅甸、泰国、辽国、越南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参与 分享彼此的经验 艺术工作者们分享包括视觉、表演艺术 以及社区参与等跨领域创作的心得 希望借此启发观众探讨艺术 与社会中的重要议题 今年夏天台北很Chill 西场精彩活动玩出台北新风貌 今年台北市从6月21日起至10月1日 将有众多精彩的活动接力登场 包含天母啤酒节 运动区朝放夏日趴 夏日搜一下 台北儿童艺术节 以及台北艺术节 台北艺岁节 大稻城夏日节 以及台北清水节等 无论是亲子同游 假日好友欢聚 或情人约会 都能玩得尽兴 带回满满的夏日回忆 高雄风筝节新升级 还有气垫水乐园清凉玩嗨今年夏天 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高雄骑今风筝节的魅力 今年的风筝节特别将时间拉长 活动将于7月22日至8月6日 连续三周星期六日举行 共计6日 并新增小孩子们最爱的大型气垫水乐园 将迄今打造成最适合亲子同游的乐园 除了让小朋友们能够免费玩到宝 也期望透过风筝节活动 带动当地的观光商机